日前由范冰冰张爱佳主任的电影关一山在北京举办了关机仪式 仪式上主持人员用胶带封好胶片盒象征着影片的风景 并把胶片盒郑重地交到制片人的手里 电影关一山讲述了发生在张爱佳扮演的女房东和范冰冰扮演的房客间的故事 大部分现场首次合作的范冰冰和张爱佳表现得十分亲密 事实上在钢琴组时为了保持角色间初次相识的陌生感 张爱佳还曾故意不理睬范冰冰 我很喜欢她 然后我就觉得我能跟她在这个戏里面有合作 然后我本身来的时候我就一直非常非常开心 你之前没有回去 她这样一点 嗯 嗯 你看 啊是这样的 就越退越后就越退越后 然后我就回去了 我觉得很烦了 这个很难合作耶 哈哈哈 戏的那个情节慢慢到了一定的阶段 然后有了 几个人之间的那种心灵上的那种北语 嗯 有一个感受的时候 就是让你越来 哈哈哈 想起了 哈哈哈 影片中范冰冰拜你的房客是一个九龄后高考落榜生 为生计无奈之下去酒吧当了摇滚歌手 片中范冰冰还将首次尝试演唱摇滚歌曲 我倒觉得 诶 学到了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一些情绪在里面 也很有意思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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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